MING PAO TORONTO 字幕作词曲 李宗盛 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2月26日 即是聖诞节,啊 原来有些人哪 啊,就你香港都还有过阳节啊,是吧 就那过阳节呢 这当然是不太好的行为啦 是意識形態上的問題 所以有些人為免過這個聖誕 他們就故意去一些不會過聖誕的地方 有60名在香港 聖誕不老禮,不能到處走 所以他們就上了維州 這60個香港肯定拿回鄉卡的人士 我想他們鄉下都應該是維州一帶 他們打算隔離完了 有檢查過 隔離中心在哪裏? 然後大概很近 送過去可能是免費車 但是這些刁民 首先不說 你很應該打了科興 然後才上去 不然你上去就添煩添戀 他們上去都是為了避疫情 但是你知有疫情就好 你如果走上去就惹到人 對嗎? 你起碼也打了科興疫苗 對呀 那又說起這個 軟柱哥 我貼了出來的人說什麼? 這個不是軟柱哥 這是怎樣? 這是假人 那真身去了哪裏?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沒有留意 上半節 蓋著面罩尺 就掠了來做 隨便吧 我先假設他是 最近 就有一宗十二港人的案子 那他就走上去申請這樣那樣那些 老實說 如果能夠被他上去 請埋怨 又旁聽埋的話 這件真是大新聞 是不是? 能夠完好無缺的上去 回來 他最近 那個公開審訊就說 不會公開 那是不是有個別例子 就不在此限呢? 如果你是軟柱哥 就有這個 白許經營牌照去聽審 不會的嘛 那他會不會就不知道 你至少都要隔離14天的 所以這60名 沒有打科興疫苗的人士 他們走上去當然要被人隔離 那 我不知道 他們是不是認為隔離的時候 那些酒店各樣 你就當是度假 反正上去 好像說零確診 甚至乎你看到了 最近啊廣東啊澳門啊那些 還有大公報啊 全部都在這裏說這個 林鄭月娥啊 防疫不力 喂 照道理 就算幹部 你都不可以這樣做的 因為你是犯了港區國安法的嘛 你是煽動他人對特區政府的仇恨 那不是幾好的 不過不知道 他可能不需要執法的這個 或者有時執法 有時不執法 就是要看案件做的 Anyway 那60名被隔離的人士 一定是打算有便宜酒店便便宜飯 當去旅行 就是在內地那裏 那裏 那個酒店惠州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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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還是項目線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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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就是用不到Facebook、Whatsapp那些 他们平时都可能不用 这些洋人的软件 按照道理,他们不应该抱怨些什么 但是,原来上到去的时候 价钱和服务质素 就令到他们大失所望 但是这件事,又是好问题了 理论上,你上到去其实 应该服务质素有差不多的 对不对?你想想都知道 以往,他们都是这样想的 就是因为,我走上去的时候 以前那些酒店各样的饭菜 都叫做不错的 那些铺飞 虽然,你可能是 你没测过那些重金属 那个水瓶 你吃了下肚子,你都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至少看下去吃得下嘴 对不对? 就是看下去,你分不了 难道你用手指探一探 就知道有多少 原离子各样,不会的 所以,他们必然觉得上去 十几二十天的时候 好过在香港那里 又不知做什么 又可能禁足又这样那样 那当然啦 似乎他们的工作 不知道是不是无业游民来的 就是平时去旅行 拿下众门到处走那些 如果不是 最近都挺有空的 我不知道 都是的,失业潮 总之他们有时间 去惠州 但是呢 就写投诉信了 就说什么 投诉去哪里? 就是去写信给 广东当局 我想是那些旅游那些 不知道 那就写投诉信了 批评了 就说这个 广东省那里 那个隔离酒店 怎么样? 收费高岸 这个离谱啊 为什么离谱? 人家收你多少钱 你都要给的 是不是这么说 你使用了别人的服务了 你不喜欢 你可以不选择的 虽然你选择那几间隔离酒店 都是收这个价钱了 那不会有这个 收费高岸的问题 你收费高岸就是说 其他那些收一百元 那接着他这间收你 五百多六百多 一晚 那你就说人收费高岸 对不对? 那加上一间都收你五百多 那你不能说人收费高岸的 那接着又在谈别人了 就是摆到明 被人收了一千五百 因为谈别人说什么 环境恶劣 又说什么 毫无服务可言 他想有什么服务 豈有此理 跟着又说 人家酒店那些保安 态度还蛮 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解释的 那首先第一样东西 为什么收费高岸 很简单 喂 大佬 百业萧条 那酒店业饿了这么久的时候 羊毛就出自羊身上 那当然 就是现在来说 你那些酒店的价钱 虽然没什么人住 但是你少了住客 拉回民调数 你要为人 是不是每个都要提高少少的价钱 这个第一点 那你作为一个有爱国意识的香港人 你没理由抱怨这件事 豈有此理 所以其实 就是说 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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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就是 对国家不忠诚 是应该以国安法论处的 就是粗粗地抄家滅族 就是算了 这个人太过分了 那另一件事 在谈人家的服务 但是服务 为什么这么差呢 很简单 因为做惯做熟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不愿意隔离 于是去到隔离酒店那时候 可能是很多人就突然发难的 那些六十个港人 当然就认为 可能自己是香港人的身份 所以人家就有这个差别待遇 实质不一定的 他未必知道你哪里来的 虽然你被回乡证去注册那时候 他会知道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注册 不熟流程 因为很忙 所以 有整十几年 都不会回大陆的了 真的 太忙了太忙了 那他们有空 他们上去 刚刚说 一防疫小天使 但是必然就是说 有很多人可能在隔离酒店那里发难 想偷走 诸如此类那些 那你在这 无故生事的时候 人家就当然是 会态度 喂 你想我怎么对你 对不对 那些人在那里吵吵闭 查实是应该 送去公安当局 那就 处以这个尋忍之事之罪 然后就运回去十四天 一样的隔离而已 不过可能就紧 你知道 都很危险 免得到那些公安当局 所以呢 公安当局可能是 不受理这些案件的 而且又因为新年 所以都很多人可能 想回去深圳 那一头 住在隔离酒店 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 他说的东西是否合理 就是不要一夜批死人家 对不对 那他就说了 在惠州 那个叫做龙门苑 龙门苑 当然是搬龙门的 然后天然居那里 酒店那里隔离 喂 人家说明 你看看龙门苑 天然居 然后去酒店的时候 单日隔离 那里的费用呢 就是大概 五百六十四港元 哇 包括餐的 那挺好啊 就是你乘回三十日 都是万五元而已 喂 他真的反驳我 他说高于这个 惠州酒店 平均价格 三百元 即是贵了一倍 喂 人家龙门苑天然居 听个名字都知道 教细堂 所以这班人是不应该抱怨的 但是呢 为什么要抱怨呢 因为超乎他们的预期 和这个承受能力 喂 贵一倍就超乎预期的了 这班什么大种乞丐来的 豈有此理 但是啊 作为一些没有腰骨的人 我想他们都 懂 上面的守质的 所以呢 知道隔隔之后想退啊 那就 和这个酒店人员交涉 喂 大哥 你踩了我的地板几惨的了嘛 啊 没得退的了 货物出门 我给你了个服务 于是乎 酒店的负责人 就 说什么 他们说大声夹恶哦 你不明白当然是大声点的啦 然后啦 有很多名的保安人员呢 就高举这个伸缩 手臂的延伸 就和他们谈判的说哦 跟着啦 他们说什么呀 无奈 所以只好入住 喂 你答应得的就不会无奈啦 不过见到有个 好像小女孩呢 就被人 打到头破血流啊 演员来的 嘿 fake news 跟着啦 就说人家酒店那里 凍餐的时间严重滞口 那麦楼上是这样的啦 所以知道最近呢 你很难请人的嘛 疏落一点 是不是呢 不是哦 失业率很高哦 你不明白的啦 你隔壁酒店那些 很多这些这样的人 很危险的嘛 那这些都没有人愿意做的 所以才提高你的价格 而已嘛 人家都有苦衷 是不是呢 看两下别人才行的 那跟着啊 这六十港人又在说什么呀 饭菜有虫 那麽不知所为啦 这些港人真是 喂 大佬啊 人家叫天然居的嘛 有虫有多麽奇啊 嘿 英国啊 有蚂蚁罐头 谁有此理 昆虫啊 有蛋白质啊 那麽不知所为 这班人 跟着又说啦 那些鸡肉有毛 那麽不正啊 那没所谓的 那些猫都是舔自己的手脚 然后有一些毛吃了 然后吐回来的嘛 煮熟了没菌就可以啦 是不是这么说啊 就是不合口味就在那里投诉啊 那还有呢 这样东西啊 就说什么呀 他们想给多些钱啊 就叫外卖 但是人家呢 就不允许他们去叫外卖啊 那当然啦 都很合理啊 这个安排 你想一下 你叫外卖的时候啊 那个外卖小哥走进来 是不是增加了酒店人员的染病风险啊 你旁边就不应该那么多东西说 人家安排了所有东西给你 啊 黄恩浩蕩 很应该感激的 这六十个人 那还有说什么呀 床单浴袍有污漬啊 他没有说污漬多大块啊 所以我不是很清楚啊 就是可能小小陈来的而已 然后在这里吵架 那接着说 电视没办法收睇 也没有暖气的提供 最近啊 你知道广东那边的电压很不稳定的嘛 所以那个发射塔可能有点事 电视没办法收睇 那你就看其他东西咯 看书增加文学修养咯 那一吵什么呢 没有暖气供应 广东惠州一大人不是很冷 那就不要要求这些东西啦 那说回那位四五岁的女童先 原来呢 她又撞到头 啊 她没有说撞到头啊 她说跌伤 导致头部大量出血 其实那小小的而已 我看到都是 哼 这酒店的妥善照顾 怎么会啊 我见到个防疫人员呢 走过去找些棉花啊 那些啊 帮她包扎伤口的啊 这些人不知道感恩啊 哦 原来她说呢 因为个女孩子啊 没有被送业 所以呢 就说人家没有妥善照顾 喂大佬啊 我送你入医院的话 风险是不是更加高啊 啊 加下 医院这些不适合小孩去的嘛 她都不知道人家酒店多么苦心 对不对 叫得你隔离怎么会送走你呢 想一想都知道不合理啦 那跟着啊 那港妈呢 真是这个厉害啊 你不要常在那里 踩人家那些大妈各样 这个香港大妈 那港妈呢 竟然坐在地上那里 浩涂大哭地说 说自己显得十分无助 你说是不是监人乃后啊 哎 我就不值这些行为了 其实应该全部拉去坐监 坐14天的公安局那里 不过呢 暂时来说因为他们隔离 免得到人家周围都是 所以放过他们的意思而已 喂不要紧 所以我们要 之后追究之后追究 那就是对的啦 好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YK